这个女孩连续加班50天 最后累死在了岗位上 可怜的女孩才只有20岁 连仙女姐姐都心疼紫沙 就问她有什么愿望 紫沙说想要不老不死 还想过懒散悠闲的日子 紫沙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仙女姐姐就答应了 她给了紫沙特殊能力不老不死 还让她转生到了一个安逸田径的高原上 紫沙的年龄被定格在17岁 仙女姐姐还送了她一栋小房子 重生之后的紫沙也想开了 她决定不再做社畜 从此以后要过慵懒轻松的日子 别墅的下面是一个村庄 紫沙决定先过去逛逛 没想到走到一半就有怪物拦路 一只史莱姆跳到了前面的路上 她对着紫沙发动了攻击 一头狠狠撞在紫沙肚子上 紫沙摸了摸肚子一点也不疼 她拿出武器跟史莱姆战斗 杀掉她之后获得了一枚魔法石 紫沙想用魔法石换点生活费 工作人员说兑换魔法石 她的信息就显示了出来 看到紫沙的特殊能力后 小姐姐被羡慕坏了 紫沙虽然只是一极魔女 可她竟然可以不老不死 紫沙的懒散生活开始了 她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想干活了就重重地 不想干了就躺下晒个太阳玉 除了这些之外 紫沙每天都要打25只史莱姆 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 休闲的日子一过就是300年 这300年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紫沙会采药帮村民治病 还曾经阻止了瘟疫的蔓延 她因此得到高原魔女的称号 村民们也把她当成了村子的守护神 这一代冒险者公会的招待家纳塔利 她很想知道他们的魔女大人 到底有多巧 紫沙其实也有一点好奇 打了300年的史莱姆 她现在会有多少急 紫沙把手放在石板上 连女被上面的信息吓坏了 看到自己1084万的经验值 紫沙说一定是石板坏掉了 打几只史莱姆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经验 纳塔利帮她算了一笔账 因为紫沙拥有特殊能力 增加获得经验值 史莱姆的基础经验只有两点 加成这个能力后就变成了四点 紫沙每天要打25只史莱姆 4乘以25乘以365天 再乘以300年 等于1095万点经验 一只巨龙的经验是2500点 换算一下紫沙这300年 相当于打倒了4380只巨龙 看着兴奋的妹子 紫沙当场就跪了 不然她这么强大呀 这消息如果被传开了 她肯定会成为很有名的魔女 紫沙不要当伟大的魔女 她只想过悠闲的日子 她拜托纳塔利要替她保密 纳塔利也保证听紫沙的话 不泄露她的秘密 紫沙放轻地离开 可第二天就有人找上门来 这个女孩有三大爱好 那就是吃饭睡觉打门王 可她自己都没有想到 明明只想过懒散轻松的日子 却在不知不觉间 成了世界最强魔法师 一个冒险小队来挑战紫沙 就算紫沙不承认自己99级也不行 反正不打一场他们就不走 紫沙无奈之下只能应战 对方魔法师打出旋风攻击 紫沙瞬间就记住了对方的咒语 她本想着也打出一道旋风牵制对方 却没想到战斗就直接结束了 从此紫沙的消息就被传开了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紫沙是一位满旗大佬 就连这一片大陆最强的巨龙都来挑战她 紫沙是真的哭了 她很想低调做人 可为什么连人类以外的种族都知道了她 对面飞着的可是一头龙 紫沙想好了要慎重对待她 巨龙打出火焰吐息 紫沙打出冷冻魔法 谁知道一个魔法打出 连她的吐息带她的嘴一起给冻结了 巨龙的鼻子也被冻住 她被憋得围着房子直转圈 最后一头撞在紫沙的房子上 还把那冰块撞碎了 紫沙让巨龙陪她的房子 巨龙被吓得扭头就好 她现在就想赶紧回家 把这几百年来收集的金币都赔给紫沙 巨龙回家去拿金币了 紫沙也无家可归了 她只能去村里寄宿 第二天一个妹子来找紫沙 紫沙却并不认识她 介绍过之后她才明白 是昨天的巨龙来赔偿了 她给了紫沙一大袋金币 还说要拜紫沙为师 紫沙本来是不想说徒的 可是仔细一想 她每天吃饭睡觉打门王的生活 确实是很悠闲 可如果收下了这个徒弟 然后把洗衣做饭的活全交给她 那自己岂不是更清闲了 紫沙也没想到这巨龙徒弟这么给力 洗衣做饭都是小事 她竟然连盖房子都会 紫沙睡了一天觉 莱卡盖了一天房子 新的别墅就建成了 新的房子宽敞又亮堂 又连老房子都被莱卡修护了 紫沙兴奋地握住莱卡的手 她悠闲的生活质量 又变得更加好了 这个女孩连续打牢300年史莱姆 每天都要杀掉25只 她以为史莱姆太弱不会来报仇 可报应马上就要来了 这天紫沙一通戳戳戳 一直都一个秒掉了一大片史莱姆 莱卡惊为天人 这简直比玉琪还要厉害 玉琪只是一拳一个 紫沙可是一指头一个 紫沙被莱卡的马屁拍得很舒服 却没发现远处有一双幽怨的眼睛 正在盯着她 自从收下莱卡当徒弟 紫沙就过上了饭来张口的日子 莱卡虽然身为巨龙 横人的手艺却没得说 紫沙原本还嫌莱卡做的太多 说他俩根本就吃不完 可一勺子下去 紫沙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莱卡说紫沙已经成了名人 有可能会被人给盯上 万一有坏人用村民要挟紫沙就糟了 于是紫沙给村子布置了一套防御节制 然后一个小偷就倒霉了 他倒在地上一动不能动 宝宝心里苦呀 就只是出来偷个东西 竟然就挨了满旗强者的魔法 紫沙下地种田 莱卡打扫做菜 两人悠闲的喝着下午茶 紫沙想着如果能一直这样悠闲的生活下去就好了 紫沙打开门一看 门外是一个小萝莉 他以为萝莉找他有什么事情 可女孩只说了一句话 紫沙当场被拾化 天地良心啊 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得紫沙 怎么就多出了一个女儿 这三百年的时间里 如果能跟一个男生拉拉手 说他有个女儿紫沙也就认了 可真的连个男生的手都没拉过呀 女孩说他叫法陆法 还有个妹妹叫夏陆夏 紫沙急得直挠头 他以为多出一个女儿 结果人家一来就来了俩 这么糗的事情 莱卡竟然还一脸的崇拜 法洛法让紫沙小心她妹妹 因为夏陆夏想要杀掉紫沙 说话间夏陆夏就来了 女孩周身环绕着浓郁的怨气 一看就知道她不好惹 紫沙还说有什么误会 想跟她一起坐下来聊聊 结果夏陆夏一句话 就让紫沙闭嘴了 法洛法解释说 她脸是紫沙所杀的史莱姆的灵魂去生而成的 看来双方是真的有仇 那就只能动手了 无敌的紫沙竟然被人打败了 打败她的还是一个小萝莉 刚一开战 紫沙还怕伤到夏陆夏 选择了杀伤里不大的旋风魔法 可无往不利的魔法 竟然被夏陆夏挥手间就打散了 紫沙看敌人太强 就打出了强力魔法黑炎 夏陆夏又是一挥手 黑炎也没有了 原来这是夏陆夏用50年的时间 修炼出的破鞋魔法 这魔法的特点就是 她针对的范围越小 威力就会越大 夏陆夏把她的破鞋魔法范围 最小的只针对紫沙一个人 这也难怪满阶的紫沙都打不过她了 对手实在太强 紫沙只能用绝招了 她开启飞翔树 转身就跑 可惜根本跑不掉 夏陆夏再也挥手 被祥树的魔法也被破了 这下是真的躲不过了 紫沙想到已经悠闲的活了300年 就算现在死掉也不亏了 紫沙不再反抗 而是微笑着面对夏陆夏的魔法 关键时刻莱卡挡在了前面 就算对方是能打败紫沙的强者 莱卡为了保护师傅也是拼了 夏陆夏对莱卡施展魔法 莱卡也对夏陆夏打出了攻击 然后 原来女孩的魔法只是针对紫沙 她对上紫沙就是碾压 可一旦对上别人 她的魔法就成了战武渣 夏陆夏的怨气还挺重 她醒来后还要对紫沙出手 可是连续挥手就是打不出魔法 原来刚才跟紫沙对战时 夏陆夏耗尽了魔力 那破鞋魔法不冷却个几十年是不能用了 没有了破鞋魔法 就没法打败满级的紫沙 夏陆夏直接自闭了 紫沙说你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我 可如果我真的死了 你就连活下去的意义都没了 所以你不要杀我 这样你也不会失去活下去的意义 夏了夏还是太年轻了 就这样被紫沙给刷服了 紫沙为了庆祝多了两个女儿 她决定大家一起吃一顿大餐 紫沙本以为收了这俩女儿以后 就不能再打史莱姆了 可没想到她俩根本就不介意 杨姐妹不但不限制紫沙打史莱姆 其实她俩自己也会消灭一些邪恶的史莱姆 论其打史莱姆的技术 两人竟然比紫沙还要溜 虽然多了两个女儿 可紫沙的生活却越来越好了 因为多了这两个孩子 而增加了更多的乐趣 一个精灵妹子敲开紫沙家门 说她正被一位强大魔族追杀 那精灵听出了高原魔女的名号 专门来投奔紫沙寻求帮助 紫沙可不想招惹厉害的家伙 她关上门把妹子拒之门外 有了两个女儿的求情 紫沙才勉强答应留下她 原来这精灵名叫卡拉 是一位很厉害的药剂师 她制作的能量饮料卖得很好 卡拉也因此成了一个小富婆 可没想到这饮料对魔族来说就是毒药 高级魔族别西伯 喝下这饮料后就发了高烧 别西伯差点挂掉 因此恨上了卡拉 还说要杀了做出这种毒药的家伙 卡拉被村子赶了出来 她听说高原魔女非常厉害 就恳求紫沙能收留她 紫沙把卡拉收为二徒弟 还带着她去森林里采药 身为药剂师的卡拉 专精的领域是蘑菇 她熟知各种蘑菇的特性 还能解除一些蘑菇的毒性 把它们变成美味的食物 卡拉专门烤了蘑菇给紫沙享用 烤好的蘑菇再撒上特制的酱油 味道果然很好 被师傅夸奖的卡拉 也拿起一朵红伞伞吃了起来 不一会儿紫沙就觉得卡拉不对劲了 原来卡拉因为大意 把有毒的蘑菇也烤了吃了 这蘑菇不断的让人发笑 还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 看着满脸通红的卡拉扑向自己 紫沙果断发动了魔法 为了防止魔族的偷袭 紫沙给小巫布置了结界 有了结界保护紫沙也安心了不少 可刚来的村子 她的心又提了起来 就在冒险者工会的墙上 已经贴上了悬赏卡拉的通缉令 看到那1500万的悬赏 紫沙都想把卡拉绑了 给别西伯送过去了 别西伯很快就会找来 紫沙让莱卡带着女儿先躲出去 可她送走女儿后才发现 那别西伯已经在家里等着她了 原来别西伯是一只苍蝇 早就跟着卡拉一起进来了 至于为什么一直没有现身 是因为以苍蝇的方式在别人家转悠 就是别西伯修架的方式 竟然已经把卡拉设为徒弟 为了保护卡拉 紫沙决定跟别西伯打一架 别西伯飞向高空 大战一触即发 紫沙也没想到会这样 架还没打就得先给对手疗伤 紫沙想对别西伯使用恢复魔法 可又害怕伤害到她 还靠着魔法对魔族也有效果 一夜之后别西伯也复原了 别西伯醒来后倒出原尾 原来这全都是一场误会 别西伯发烧是因为加班累病了 跟卡拉的饮料没有关系 其实那饮料从魔王到普通魔族 都是非常喜欢的 花重金悬赏卡拉 也是想快点找到她 让她早点回去生产饮料 既然都已经来了 卡拉也不想走了 她要把工厂搬到这里 和师傅继续生活在一起 别西伯和紫沙成了朋友 还想带走她一个女儿 当自己的养女 虽然不能带走女孩 她还是跟两个小家伙玩得很开心 看着其乐融融的一家 紫沙以为悠闲的生活又能过几天了 谁知第二天 莱卡就说她要走了 当一位满机人类 对上一群巨龙 看结果谁能赢 这条蓝龙一尾巴扫来 被紫沙抱住尾巴一把甩飞 然后又一群蓝龙围上来 对着紫沙发动寒冰吐气 紫沙用火焰护盾挡住 打出一个八段摔 把蓝龙全部放倒 蓝龙头领惊呆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能用物理攻击打赢巨龙的人类 紫沙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这是我打了300年史莱姆的成果 说完紫沙对着弗拉就是一脚 没想到他竟然扛住了 弗拉开始反击 打出寒冰吐气 被紫沙一个好火球挡了回去 紫沙怎么跟龙族杠上了 这要从早上说起 一大早莱卡就说要回家 紫沙一下子就慌了 还以为莱卡过得不开心 这是要离家出走 原来是他姐姐要结婚了 紫沙全家赶往莱卡老家 去祝贺龙姐姐新婚 可才走了一半就出事了 谁也没想到卡拉竟然晕龙 差点吐了莱卡一身 落地之后就是一通狂酷 好不容易坚持到了龙族领地 卡拉又不小心走到了盘子里 差点被巨龙当点心给吃了 卡拉才刚从龙口脱鞋 又被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 这蓝龙族来捣乱了 蓝龙来到之后就是一通寒冰吐气 把婚礼现场弄得一片狼藉 红龙问他们为什么要来捣乱 原来是这头叫弗拉的蓝龙妒忌了 蓝龙开启全面抗争 龙族之间的战争开始 两个女儿都被吓哭了 紫沙决定带着大家先撤 却发现卡拉没在身边 扭头一看卡拉已经倒下了 紫沙想过安逸的生活 这条蓝龙却不想让他如愿 他朝着几人走来 说要打伤红龙的客人 让这场婚礼泡汤 蓝龙以为吃定了紫沙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惹怒了一位满旗大佬 反正也动手了 紫沙决定不再忍了 他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些可恶的蓝龙 然后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龙族这边的战斗解决了 还有一对蓝龙去了人类的城镇捣乱 紫沙骑着莱卡去温泉镇救援 到了之后发现这里一片祥河 那些捣乱的蓝龙已经被制服了 原来是别西伯正在这里泡澡 顺手就把这几头蓝龙给收拾了 有了别西伯帮忙 他们把所有蓝龙都抓了起来 紫沙让弗拉变成人类跟他谈判 原来这头400岁的蓝龙还是个萝莉 紫沙拿出一张赔偿单 弗拉差点就哭了 可怜的弗拉不但要拿出巨额赔偿 还签了一份停战条约 紫沙才答应把他放了 卡拉向师傅求救 他新开的工厂竟然闹鬼 可师傅也怕鬼啊 没人敢去他的工厂上班 卡拉每天都要勒个半死 眼看着徒弟这么难受 紫沙决定请别西伯帮忙 就这召唤咒语涌出 一团黑雾慢慢成形 黑雾散去后 别西伯的身影没有出现 却听见家里有重物落水的声音 原来紫沙的咒语发音不准 导致坐标出现偏差 可怜的别西伯就这样掉进了浴桶里 别西伯一脸的郁闷 谁家大白天就往浴桶里放水 听说召唤他来只是为了抓鬼 别西伯又被气到了 抓鬼这么想的事情竟然也要找他 有了罗莉姐妹说情 别西伯答应帮忙 三人来到工厂 呜门猛的被关上 紫沙也不顾满极强者的尊严 一定要拉着别西伯的手给自己撞打 三人来到那幽灵触没的房间 师徒俩说什么都不敢进去 屋里的蜡烛突然熄灭 外带两人被吓哭了 不愧是紫沙刃吓的大姐 关键时刻就是那么可靠 别西伯扑上去抓住幽灵 幽灵也慢慢显出身形 原来她叫沙莉 已经被困在这房子里几百年了 她觉得这里就是她的地盘 谁敢进来就吓唬谁 别西伯亮出一个能量球 就要把沙莉给超度了 沙莉直接被吓哭 恶魔姐姐好可怕 她说她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可被禁锢在这里 她也无法离开 别西伯说只要让幽灵附身到活人身上 就可以自由移动了 不过太强的人无法附身 只能选一只薄弱 还实力弱小的那种 可怜的卡拉被绑起来了 一个幽灵正要附在她身上 卡拉怎么正打也无济于事 丽莎的灵魂和她重合到了一起 获得了卡拉的身体 她就不再受着房子的束缚 可以随意离开这里 则莎把沙莉带回家里 让沙莉现身跟大家认识 沙莉发现她被卡住了 怎么都出不来了 传说让灵魂进入身体一天 那身体的主人可能就会死掉 沙莉说绝不能害了卡拉 她要以死泻最初连累卡拉 再或者直接把这身体破坏掉 法洛法想到一个好主意 只要能把她吓一跳 就能让她灵魂出窍 然后莱卡就把沙莉带到了高空 沙莉虽然也怕高 可灵魂还是出不来 这应该还是不够怕 紫莎说开启第二阶段 沙莉被折腾惨了 却依然无法出来 紫莎又想到一个办法 只要让沙莉睡着 卡拉就能重新掌控这身体了 她用葡萄酒灌到沙莉 在醒来后果然就变回了卡拉 别西伯也想到一个办法 她把卡拉丢进一个桶里 沙莉的灵魂果然被冷水给激出来了 紫莎夸别西伯脑子好 竟然能想到用冷水的办法 别西伯说她被某人丢进冷水里 当时就感觉自己灵魂要出窍了 紫莎看沙莉有隔空取物的能力 就想到了让郑民接受沙莉的办法 她让沙莉驱当义工 又帮小镇打扫卫生 不出果然得到回报 很快居民就接纳了沙莉 沙莉也有了目标 她也当世界上最活泼的幽灵 谁能想到这位萌萌的罗莉 竟然是魔界之王 卡拉可不知道眼前的这位就是魔王 她让罗莉到一边玩去 说魔王要召见他们 就晚了残暴的魔王会砍了他们的脑袋 黑克拉都惊呆了 她哪有卡拉说的那么残暴 卡拉还说为了不惹怒魔王 等一下还得去虚伪的奉承她 黑克拉天真的问 这不是欺骗魔王吗 卡拉很自豪的解释道 这叫善意的欺骗 莱卡突然发现魔王的宝座上没有人 她问别西伯魔王在哪里 别西伯说眼前的罗莉就是魔王呀 卡拉当场就跪了 当着魔王的面说她坏话 还说要骗她 卡拉觉得自己是活不了了 谁知道魔王非常宽容 不但原谅了卡拉 还要亲自扶她起来 然后 可怜的魔王灵魂都被撞出来了 卡拉的灵魂也出来了 不过她是被吓的 魔王被拉去急救 卡拉被拉西关了起来 看到这样的结局 别西伯真的后悔了 原来在来这里之前 卡拉就不想来的 大家把她硬拉过来 结果竟然出了这种事情 那么紫砂一家 为什么要来魔族领地呢 事情还从紫砂打败蓝龙族说起 因为她平息了 红龙蓝龙之间的长期斗争 魔王陪卡拉专门邀请她去魔族领地 还要给她颁发魔族奖章 原本卡拉是不想去的 她感觉自己到了魔族领地 很可能会捅娄子 于是就说自己得了一种 到了颁奖那天就会肚子疼的病 不能去魔族领地了 可当她得知缺席受讯仪式 就是不给魔族面子 后果非常严重 她的病瞬间就好了 为了表示对紫砂的重视 魔王派出了巨大的飞行魔族 立围坦来迎接紫砂 她的背上建有豪华行工 里面有宽敞舒适的贵宾房 还有能够保养皮肤的魔拳 在这里吃一顿饭 价值相当于平常的一千倍 魔王对紫砂一家是很好 可现在出了这种状况 紫砂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这个手持四十米长大宝剑的女孩 就是当代魔王佩克拉 刚刚她被紫砂的徒弟一头撞倒 差点领了盒饭 卡拉这下惹了大祸 伤害王族可是大罪 不但她自己要被处刑 就连和她一起来的紫砂一家都要被连累 此时能救他们的就只有魔王本人 紫砂一定要在星星前把魔王救醒 请求魔王赦免他们 王族的花园里就有很多魔药 莱卡变成袖珍小龙溜出去采药 药槽很快被采灰 紫砂也成功配置出了清醒药水 瓦尼亚把她装扮成一位性感的魔族医生 这样她就能名正言顺的去治疗魔王了 可惜刚到魔王门口 就被识破了伪装 两个魔族守卫上前要抓住紫砂 紫砂两拳挥出 谁阻拦她就有人她就揍谁 紫砂的反抗迎来魔族抵视 剩余的高级魔族一起对她发动攻击 然后魔族们就被她解决了 满级魔女到底有多强呢 反正她认真起来自己就能灭掉一个国家 紫砂把清醒药喂给魔王 谁知她还没喝就自己醒了 其实魔王一开始就在算计紫砂 为的就是逼紫砂跟她战斗 魔王确实很强 她一箭灰戳 自家的城堡就塌了一脚 也看紫砂毫发无伤 黑卡对她发动连续攻击 紫砂躲过所有攻击 抓住机会一拳把魔王打倒 紫砂一个壁咚 把魔王堵在墙角 她本来只是想让魔王放了卡拉和她家人 结果魔王大人直接给她跪了 原来魔王从小就有个愿望 就是找一个比她还强的人去崇拜 以后紫砂就是她敬仰的姐姐 紫砂说什么她都会照办 其实刚刚佩克拉被打倒时还不想承认 说她只是滑了一下还想跟紫砂继续战斗 可看到自己的武器后她就明白紫砂已经手下留情了 她的大宝剑被紫砂捶得粉碎 这股力量如果打在她的身上 她身为魔王也承受不了 第二天魔王给紫砂莱卡还有弗拉德 颁发了和平奖章 为了确保兰路族不会反悔 魔王让紫砂摸了弗拉德的脚 兰路族的习俗是被摸了脚就代表臣服 紫砂以为摸一下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摸完之后她就后悔了 从此以后弗拉德就赖上了紫砂 因为被摸脚以后就一刻都不能离开主人了 紫砂还不能赶她走 因为蓝龙被赶走就得自杀 紫砂无奈之下只能接受弗拉德 反正家里已经有了一条红龙 再多一条蓝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紫砂又想错了 一家不容二龙 紫砂以后有的烦了 弗拉德有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被主人摸脚 眼看着弗拉德舒服的尾巴都摇了起来 莱卡抱起弗拉德就丢到了一边 原来是他俩表现得太过亲密 莱卡吃醋了 这几头野猪不正经 一边打架还一边脱人衣服 眼看一件件衣服被丢进河里冲走 弗拉德一怒之下 把最后的胖子脱掉丢进了河里 这回弗拉德没了牵挂 正好大展拳脚 紫砂三人也上来帮忙 很快野猪群就变成了烤肉肉 耶西伯从下游飞来 顺手把河里飘着的衣服都捡了回来 弗拉德高兴了 他正愁没衣服穿 没办法回家呢 耶西伯是来打野猪 给魔族领地筹备食材的 刚好野猪已经被紫砂收拾了 把这些野猪带回去就能交差 为了报答紫砂 网尼亚做了一桌子大餐 紫砂也把两个女儿都叫来 就这样 他们把捕猎野猪的任务 变成了一次愉快的野餐 晚上两头小龙炒牢起来 争吵的原因是 他们都想跟紫砂睡一晚 紫砂一想这有什么好争的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就行了 第二天有不好的消息传来 有人冒充高原魔女的名号四处招摇 几人一听就生气了 看着义愤填膺的众人 紫砂说事情没那么严重 只要抓住那个冒充者 让她反省就行了 这位老婆婆正在假装高原魔女 紫砂告诉大家她是假的 马上就有人跟着说 高原魔女是17岁的美少女 这个老婆婆一看就不是真的 紫砂对老婆婆发起挑战 可那老人家已经溜到没影了 紫砂追上去打出一道魔法 那人就露出了原形 原来女孩也是个魔女 名叫艾诺 冒充紫砂只是为了享受被众人瞩目的感觉 女孩研究出一种魔药 人吃下后就能恢复体力 舒缓眼睛的疲劳 紫砂想帮助艾诺 靠着药丸把艾诺变成有名气的魔女 她让艾诺开了一个摊卫 专门销售她研制出的这种魔药 艾诺的魔药不但广受好评 她活泼魔女的造型也受到大家追捧 就这样 艾诺不用再假借紫砂的名号 自己就成了很有名的魔女 女儿睡了一觉 就变成一只史莱姆 紫砂每天打史莱姆都习惯了 差点顺手把女儿给秒了 吓了吓都被吓哭了 她抱住紫砂不敢松手 跟紫砂说这是她姐姐法路法 紫砂把大家都喊出来 看谁知道复原法路法的方法 可大家都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 弗拉德提议向别西伯求助 紫砂发动召唤别西伯的魔法 咒语念出家中响起注物落水的声音 别西伯气坏了 她每次被召唤过来 都会掉进紫砂家的浴缸里 可看到法路法的样子后 别西伯又哭了 她被紫砂这个亲妈更疼这俩孩子 法路法变成史莱姆 别西伯心疼的不行 她知道魔都有一只聪明史莱姆 感觉她应该知道复原法路法的方法 然后就带着紫砂一家找到聪明史莱姆 聪明史莱姆不会说话 只能用打字的方式跟人交流 因为跟人交流要不断用身体去碰魔板上的字体 结果把自己都染成了黑色 她没有复原法路法的方法 但她知道魔法师史莱姆肯定有办法 在聪明史莱姆的指引下 紫砂一家又前往托姆里安那州 寻找魔法师史莱姆 魔法师史莱姆已经能用魔法把自己变成人形 她虽然也能用魔法 把法路法变回人类的样子 可魔法都是有时效的 等时效过去 法路法还会变回史莱姆 这位满旗魔女 跟一大群人类武德加对上了 人类武德加都是身体强壮的武师 紫砂跟他们站在一起明显不是一个级别 紫砂可以空手打哭一群巨龙 人类武德加碰成她就是个悲剧 她所有的对手都是被一拳解决 紫砂一个魔女 确实打出了一拳超人的感觉 那天法路法变成史莱姆 紫砂找到魔法师史莱姆求助 可魔法师史莱姆的魔法 只能暂时把法路法变回人形 她也推荐紫砂去找武德加史莱姆 因为那位史莱姆是靠弧度身体 获得人类的魔药 只要找到武德加史莱姆 法拉法就能学会变回人类的方法 武德加史莱姆正在卡尔宁镇 参加武术大会 他是一只非常高傲的史莱姆 只有打败他才能跟他说得上话 于是紫砂跟别西伯一起参加了武术大会 就有了开局紫砂碾压人类武德加的场面 到了半决赛 武德加史莱姆对上了别西伯 本以为会是一场精彩的比斗 可结局却有一点仓促 决赛局只剩下别西伯跟紫砂 上次他跟紫砂单挑 不小心撞到结界没有打成 这次他要成这个机会 跟紫砂再打一场 紫砂本来不想打了 他参赛是为了请武德加史莱姆救他女儿 法拉法还没恢复 他没心情比赛 别西伯为了紫砂能全力应战 他早就拜托武德加史莱姆 把法拉法复原了 既然女儿都没事了 紫砂就答应跟别西伯打一场 战斗开始 别西伯一个顺身来到紫砂身后 紫砂回身一拳把他逼退 别西伯张开翅膀飞到空中 他也找出紫砂的破绽 然后打败他 别西伯一直都想打败紫砂 今天机会终于来了 他飞到空中寻找紫砂的破绽 无数大会不许使用魔法 紫砂不能施展魔法飞行 他拿空中的别西伯没有办法 只能被动的等待别西伯进攻 别西伯本来是想找到紫砂的破绽 然后来个弱点击破打败他 可他在空中飘了半天都没出手 因为紫砂浑身都是破绽 他破绽多的别西伯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为了给别西伯一个机会 紫砂背对别西伯做起了广播体操 被人这么轻视 别西伯生气了 为了能打败紫砂 别西伯一有时间就会修炼 他以为努力修炼就能打败紫砂 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觉 肯定是他当初没看到紫砂是怎么一拳打败魔王的 看台上女儿大喊为紫砂加油 紫砂决定让女儿看到自己帅气的一面 然后下一招他没有放水 就稍微认真了一下 紫砂抱起受伤的别西伯 突然被人公主抱 别西伯的脸都红了 紫砂带着女儿跟武道家史莱姆道谢 结果他直接就要挑战紫砂 在立台上他俩没有碰到 武道家史莱姆很想跟紫砂打一场 可还没有开打 武道家史莱姆就被吓倒了 紫砂打了300年史莱姆 满身都是史莱姆的怨气 普通人还感觉不到 可身为史莱姆的他却感受得清清楚楚 武道家史莱姆本来是想拜紫砂为师的 可看到那浓重的怨气后 他也不敢拜了 他跪倒在别西伯面前 又要拜别西伯为师 别西伯不收徒弟 可紫砂还把哪天他女儿又变成史莱姆 为了下次不用再花一集的时间 寻找武道家史莱姆 他们一家墙逼着别西伯把这个徒弟给收了 他开始表演的第一秒 就振飞了灵魂形态的卢沙利 来看表演的孩子 全都被他给吓哭了 大人们也狼狈离开 大家都承受不住他的歌声 这姑娘唱歌要命呀 还在坚持的人 只剩下紫砂和弗拉德 女孩把观众全唱跑了 紫砂很好奇 她这种风格真的能养活自己吗 女孩一边唱一边慢慢倒下 然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紫砂还以为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唱歌的女孩已经把自己饿晕了 就说她这种风格养不活自己吧 来到紫砂家里 女孩狼吞虎咽 这姑娘都不知道多少天没吃饭了 系了妆的女孩 竟然非常可爱 她叫库库 是个兔族姑娘 因为她的表演不招人待见 但引游世人的60多年里 像这样饿晕的情况已经有好多次了 这些年她除了表演 也一直在打工 不然早就把自己饿死了 今天再次被饿晕 库库终于看清了现实 她不当引游世人了 干脆去人家店里当兔女郎算了 紫砂不想让这个深爱音乐的女孩放弃梦想 她决定收留库库一段时间 帮她改变一下表演风格 为了表示感谢 库库当场就要献歌一首 紫砂赶紧叫停 不然等一下法罗法医要被吓哭了 弗拉德给库库指明改进的方向 库库觉得弗拉德就是个外行 她是在瞎指导 弗拉德接过吉他就来了一首 库库的嘴都合不上了 因为弗拉德唱得比他好 为了帮库库走出原来的风格 紫砂召集全家人 一起写歌帮助库库 然后库库就哭了 这一家人竟然全都比他唱得好听 而且这一家人还每人都是一种风格 莱卡的歌很自信 卡拉的歌很势烈 两姐妹的歌很可爱 德沙利的歌很忧郁 库库虽然被这一家人打击得不轻 可以领悟出了自己的路 她的新歌得到别希伯认可 直接邀请她参加魔族的大型音乐会 库库本来还兴致勃勃地要参加 可一听台下有两万观众 她就虚了 她游戏了六十多年 表演时观众都是聊聊几人 一下要面对两万观众 库库有点怕 临上台前库库还在发抖 她觉得这次演出要搞砸了 可真的上场后反而没那么怕了 看着台上的紫砂一家 库库演唱了一首专门感谢紫砂的歌 这一波库库真情流露 一首歌圈粉无数 临希伯当晚就带来一打邀请函 全都是邀请库库去表演的 库库一夜成名 又再也不怕吃不上饭 把自己饿晕了 卡拉说要烤蘑菇吃 紫砂就有不祥的预感 上次卡拉烤蘑菇 她就不小心误食了红伞伞 这次她竟然又要烤蘑菇了 紫砂肯定不同意 卡拉再三保证 她这次已经精心筛选了蘑菇 绝对不会再出错 卡拉都这么说了 紫砂决定再相信她一次 然后她就后悔了 紫砂吃了毒蘑菇 变成了小孩的样子 做小后的紫砂太可爱了 把莱卡都门哭了 霍莉德直接把她抱起来举高高 紫砂的两个女儿也很高兴 妈妈变得比他们还小 一个负责给妈妈喂饭 一个给妈妈讲故事 他们两个照顾紫砂 照顾的还挺好 莱卡把做饭的风格都改了 直接给紫砂上儿童套餐 几天之后 莱卡来请罪了 她已经查遍了点击 找不到复原紫砂的方法 紫砂可不想永远当个小女孩 有问题就找别西伯 紫砂吟唱咒语 召唤别西伯 这次别西伯又掉进了浴桶里 不过她这次很开心 因为这一次浴桶里装的是热水 别西伯把紫砂一家带回魔都 休息一晚之后 开始寻找复原紫砂的方法 没想到一大早就碰到了魔王佩克拉 魔王特别喜欢缩小后的紫砂 竟然不许她变回原来的样子 两个女儿也很喜欢现在的小紫砂 不过在紫砂的吉利反对下 她们也只能想办法帮紫砂复原 其实魔王早就找到了复原紫砂的方法 世界树的最上方有一个药剂师 只要找到她紫砂就有救了 世界树里面是一座108层的大迷宫 里面有很多凶魔的魔物 爬世界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魔王派出瓦尼亚姐妹保护紫砂 本来以为会是一个很复杂的迷宫 结果进去后紫砂的三观就被刷新了 迷宫第一层竟然是个商场 而且世界树也根本不用爬 里面魔族已经安装了电梯 三人买了零食 一边吃一边坐电梯往上走 迷宫的前十层都是娱乐休闲区 第十一层才是真正的秘密 三人被一个狼群围住 紫砂刚想大战 结果狼群扑上来就是一阵卖萌 原来狼群都被驯服了 他们不会伤人只会卖萌要吃的 紫砂一边闯迷宫 一边抱怨魔族心态黑 从一层坐电梯到十九层 一共花了他六千三 世界树迷宫的前三十多层 都被魔族打造成了旅游圣地 后面才算是真正的冒险 三人经历了迷宫 沼泽和沙漠 爬到迷宫的八十五层 之后遇到的魔物 都是有野性 被攻击冒险者的 一只大叔懒扑向紫砂 然后 还好紫砂虽然身体变小了 可战斗能力还在 瓦尼亚姐妹也是很厉害的魔族 他们用了三天时间爬到108层 终于在那里见到了传说中的药剂师 然后药剂师就给了他一瓶狠眼熟的药丸 这不是洞窟魔女艾诺制作的魔药吗 当初还是紫砂鼓励他摆他卖药的 紫砂发现他好像被耍了 魔王佩格拉知道艾诺的魔药能让紫砂恢复 就是不跟他说 他还知道世界术根本不用爬 学着飞龙就能直接上来 他也不跟紫砂说 佩格拉明知紫砂现在穿的衣服很小 如果恢复成大人的样子 衣服肯定会被撑破 他还提议紫砂当众吃下恢复药 紫砂也没想那么多 当着所有人就吃了 然后紫砂就尴尬了 紫砂给两个女儿穿上女仆装 让她们当服务员 自己也穿上一件 当咖啡馆的接待 紫砂开了一间咖啡馆 人手一套女仆装 罗沙丽也想要 可她是灵魂体 裁风做不出她的衣服 于是紫砂开启魔法阵 给罗沙丽也换了一身套装 来卡出场以后 紫砂全家到齐 咖啡馆明天开夜 紫砂本以为 没几个人会来喝咖啡 可她显然低估了自己的名气 第二天一开门就发现 等待的人都排到山下了 很多人都是从外地赶来 大半夜就在这里排队了 高原魔女亲自接待 史莱姆精灵端茶倒水 农足公主亲手做的料理 由林小妹妹做传菜生 这样的阵容声音想不好都难 没一会儿下了下就累得跑不动了 大家也手忙脚乱 应付不来这么多客人 就在紫砂为难之际 高级魔族别西伯也来了 穿上套装开始帮忙 然后连魔王都来了 其实这一集大家就是来绣套装的 魔王带来了魔族的最强厨师 让咖啡馆的菜品更加丰富 古德加史莱姆也来帮忙 被安排的后厨成了洗碗工 埃诺送来他新研制的营养剂 他变成魔法少女的样子接待客人 扑口也赶来 唱歌给排队的客人听 打了300年史莱姆 不知不觉就练到了满级 自杀本来只想过悠闲的生活 可偶尔忙碌一下其实也很开心 虽然已经到了满级 每天打25只史莱姆的习惯 永远不会忘记 最后不要忘了点击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动漫大哥大 为你解析更多精彩动漫 你的知识才是我的动力 咱们下期见